網上電視台 關於高鐵撥款 公務小組的其中一個組員 想看你投票的意向是怎樣 這個高鐵我覺得很值得做 因為我在大陸搭國 由深圳搭到廣州 真的十分之快 30分鐘 也在北京搭到天津 其實鐵路網 如果你國內能夠成功做了一個 所謂國瓜裡頭 一個這樣的交通的網 就很使得你整個國家 都可以比較環保一些交通的系統 美國很多都有 但是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新一些 那麼完善 因為那些舊的鐵路網 所以很值得來到香港接駁 這個最重要 究竟你說 是不是 影響其他人 影響人 現在政府有個計劃 其實我覺得應該早些做 其實你有個決心 做鐵路的時候 應該早些 讓那些人有妥善的安排 這個我覺得是每一個城市都這樣做 這個重要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我是覺得很支持這個鐵路的方案 那你說 他要給了很多錢 那當然 你這麼遲才做 以前如果早些做的話 我們當然可以省很多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結果都要想做 這個 如果再更遲做 就會更貴一些 這個問題我都要取決 那麼我很希望呢 將來鐵路會是一個 比較環保一點 方便一點的一個交通的 這個我們去遠程 是可以做到的 那麼那個總站都是 贊成撤起這個西九那裡 西九有它的特色 西九它已經政府 很小心地解決了很多問題 你說一個另外一個新的站 他都沒有想過 那麼很多問題 因為很多的規劃 很多工程上的問題 很多環境上的問題 你要想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 好像有些人投一些方案出來 我可以說幾個地點給你聽都可以 是不是 你說不用冬鐵 是吧 有細節很多東西 但是不是那麼簡單的 OK 如果他 你去政府請那麼多工程師 給那麼多顧問費 來研究出來 那麼你一個人就說 麻煩你在這裡 我就覺得不是這樣想的 其實陳偉業很早已經和我談過 是不是究竟 就是在這裡最好的呢 他已經提出了 但是你要做一個新的地點 你去研究很多東西的 不是說一句聲說出來 就是可以反對所有的東西 這個我有很大的意見 因為作為一個專業人士 我們是要很小心計劃這些東西 還有這樣 那麼現在做了之後呢 我都要講講 我就是看這個 就是總站那個設計的 我就做了評判的 那麼我就看到建築師其實幫了工程師 一大個手筆 就在那個研究那裡的設計的時候 不是說他 很多人就以為建築師 只是搞些東西漂亮的 其實在工程那裡 就將那個蟬就分了兩層 分層的時候呢 可以做了呢 就是那個滑骨少了很多 那麼也都是幫助了整個工程的做法 那麼我應該講的 因為你做過這些東西 你就看完了 那麼你就說 已經搞了這個計劃出來 如果你要扔掉它 這個是很浪費的一件事 那所以應該市民都要理解這件事 好嗎 好 多謝了劉議員 謝謝你 不妨礙你